熊猫相伴,同行同行,两岸青年博主成都行活动于11月1日和2日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。 16位两岸青年博主深入了解大熊猫起居环境,学习大熊猫科普知识,并通过私媒体讲述大熊猫故事。 参与活动的台湾青年博主大多是00后,也有95后,不少人都是大熊猫团团圆圆、圆仔一家的粉丝。 两天时间里,在海外平台有数万粉丝的网红博主林伟臣,见到大熊猫就激动不已,不停地拍摄大熊猫的呆萌可爱,并在镜头前介绍在成都感受到的风土人情。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熊猫,因为其实以往都是在台北吧,台北有两只,可能都是有点距离比较远隔着玻璃的,知道这远区我觉得还算蛮漂亮的。 其实各种年龄层都非常喜欢熊猫,所以想说这次也录了一些视频,分享给台湾的朋友看。 据了解,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30余年来,先后攻克了大熊猫人工饲养与管理,繁殖与育幼,疾病防控与种群遗传管理等关键技术难题, 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大熊猫人工繁育千地保护种群,数量达230余只。 台湾今年梁鸿鸣通过此次活动收获了很多有关大熊猫的知识点。 当了解到大熊猫作为和平使者,去到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时,他由衷感到自豪。 以前其实经常会去看一些熊猫的视频,然后也了解它的生态和习性。 这次来看到,我看到了特别多的熊猫,然后也了解到更多的是这些熊猫以前去了哪里,然后从哪里回来,哇,就感觉就是他们都是去为国争光,然后非常的余有容颜的那种感觉。 活动期间,两岸青年博主探秘熊猫厨房,学习制作大熊猫窝头,这是一种由玉米、大豆、大米、燕麦、小麦等十多种食材,按科学比例制成的腐蚀,深受大熊猫喜爱。 体验了一下制作熊猫的腐蚀,那我在来这边做腐蚀之前,我只知道熊猫是吃竹笋或竹子一类,那我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它跟我们人一样也会需要吃一些腐蚀。 我做这个,然后它里面就包含像玉米、燕麦一类,就是其实也是跟我们平常吃的粗粮是一样的,然后感觉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点。 来自台湾桃园的刘嘉欣和小伙伴们一路拍个不停,作为主攻短视频的博主,以风趣的表达形式在两岸青年中积累了不少粉丝。 此次近距离认识大熊猫,刘嘉欣迫不及待地要跟粉丝进行分享,希望自己能够展示更多真实客观的影像,增加两岸青年的相互了解。 因为台湾的年轻人对大陆还是有比较多的刻板印象的,我们拍影片的初衷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消弥这些刻板印象,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人能看到我们的视频。 就是让大陆的朋友知道说,有这样的台湾朋友也让台湾的朋友知道说,大陆现在是这样的发展境况。 感谢观看